好 文静 放肠了 不 你回来 你回来干嘛呀 你为什么让郭勇去送啊 这送外卖的 你这过程什么能啊 说从我的病人 已经死在病床上 我受不了我的同事被感染了 我不是跟当媒体当死的 是谁来保护我们呢 不走了 那个 你们家要的药 爱死了 买了什么呀 那么多 买了什么呀 那么多 你自己看看 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今天一天下单的 全是药这些东西的 我跑了七八家药房 全想通了 这个郊区买的 这囤点呗 我估计啊 往后药这东西的热爱也多 可你买了这么多 这要砸手里咋办啊 我也不能直播卖药啊 这是商机 你要是卖不去啊 我直播我卖 我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在看手机 为什么没听说这事啊 一定是假的 还有啊 你囤了那么多口罩 多少钱一个啊 两块 那能挣几分钱啊 别看口罩不值钱 供修关系发生变化 就不是这件 行 你要是能给我分贝卖出去 我就承认你商业奇才 还有啊 我妈打电话问了 问我们过年咋安排 你妈也问我了 你咋想吗 你咋想 反正过年回家 就花钱呗 那就不回呗 那这不回呗 不是 前天那个 我不是说我们平台弄那个 你活动 暖冬鼓励 今天那个政策下来了 说啊 说你这个春节期间 连于七天工作 就给额外奖励 十三期呢 五十一天不休息 就多给一个月工资 这一春节多赚两三万呐 那你意思就是 过年不回家了呗 那你跟两边说去 我可不做人坏事 我说就我说呗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咱不是不回家 作风回家 是吧 你不挤 还多乱钱 我 我说 行 我给你吃点汤 你们写着 干什么 二零二零年来了 这传言也没怎么传开 整个儿一个月 都是春节预备模式 所有人不是回家 就是采买 我留了个心眼 跑医院的单 我一个也没接 你先我回来拿 我也要你去 你先我回来拿 我也要你去 来 谢谢你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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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特别感谢大家在后台踊跃的留言 我有收到了很多五星好评啊 跟我一样喜欢用这个袜子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说出 我们用这个产品真实的想法 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朋友 能得到你们真实的反馈 我现在又收到了三个订单 那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袜子呢最后只剩下二百双了 这是厂家直销的袜子 也就是呢 每一双有什么 就是它的 小声点 直播呢 别播了 你看看 看看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提前十分钟结束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 觉得好像还不是说 谢谢 这个实际上是有些升级了 这个它的传染性呢 因为它的现在已经存在有人传染 同时医务人也有传染 这玩意儿是人传染 所以这个呢是要提高警惕的 那么这个我想关键的是这么提调 一个就是预防 预防不要得 那么不要得的话呢 因为这个现在大部分 是来自于武汉 或者去过武汉 所以现在呢 我的总的看法呢 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呢 是不要去武汉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咱们到底回不回啊 你给个准信啊 回 回 明天回啊 晚上回这个商量呢 来 我走了啊 韩哥 听说了吗 其实有配送费 从五块涨到十二呢 是 我到你家附近了 下次我们的家嘞 那我给你挂到你门口吧 好嘞 谢谢你啊 就一晚上 武汉就像被装进套子里面 所有人都戴上口罩 那两天全是买药 买口罩 买酒精的抛肥单 我满城替客户搜罗抗生素 病人就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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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阿姨买到你 谁知道我愿意没見 你们本贵是我们阿姨 您的布置 李阿姨 布置 李阿姨 不行 李阿姨 李阿姨 这事 李阿姨 是李阿姨 我出去 你给我出来 不不不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乌勇 你回来啦 怎么这么晚啊 快点来睡吧 你赶紧睡吧 好 文静 文静 封城了 你说什么 说是武汉要封城了 什么事啊 说是明天早上十点 长这么大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啊 可走吧 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 早说了要回去吧 虽然你多少次了 你也不回答 谁啊 四十多年 这这这这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赌到什么时候啊 只要上路高速就胜利了 回家以后别出门 在家隔离十四天 可能爸妈也分开住 饭也分开吃 不让他们出门了 后备箱的吃着用的 还有消毒用品 估计挺到一清新术 应该够用的 你 什么意思 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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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去哪去 我回去 郭勇 你回去干嘛呀 郭勇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 这什么意思 郭勇 你给我回来 你 别按了 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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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你喝て atura 流ț 郭勇 你怎么那么烦这人呢你 车 你把车锁了去 妈 你放心吧 我没出过门我看着她呢 你们也是啊 只要冰箱里还有吃的就千万别出门 新年快乐吗 新年快乐吗 你看 这武汉医生的年夜饭只有饼干方便面 我看看 大过年的连可热乎都吃不上 老好 新年快乐 郭友 这晚上是不是歇了 不接单啊 三婶我接什么单 不好意思啊 有这么一事 你应该也看到新闻了 说医院医护 大年夜连口饭都吃不上 我接到北京一位好些人的捐赠 大半夜献起火做了五十份饭 打算给中心医院送去 结果呢 这个送餐单我都下了一个多小时了 没想到一个接的起手都没有 我实在是没辙了 我就想到了你 能不能帮个忙爬个团 你要是接 我让客户给你在家三十块钱爬腿背 老好 你什么意思啊 你凭什么给顾勇打电话 我想问问你 你们饭店是没春啊还是没人啊 你凭什么让顾勇去送啊 我告诉你 你是不是就是怕了呀 你就是觉得危险 你让别人去送吧 你要做好事 你怎么不做到底啊 不是啊 文静 那个 我告诉你 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你们一个个 躲在安全的地方信爱心 你捎带手还把钱挣了 对吧 你别再给顾勇打电话了 你再给他打电话的话 别怪我大过年的说话不好听了 文静 孙老师号 我 你们要干吗 我 我 送完饭我就回来 我站着 你这会儿往医院跑 你是不是疯了 不是 没事有防护 安全 你看我又不傻 我 我不进医院 我那个把饭呢放在医院门口 我给那医生打电话 让他出来拿 这保持安全距离 安全 那也不行 我 我 我开车去 好不好 我不下车 完全封闭的 我把门一开 饭放点 我关门我就走 安全 你说你就是一送外卖的 你这会儿逞什么能啊 人家这会儿 不就需要送外卖的吗 你走得挺潇洒啊 里面还有那么多患者等着你呢 你让谁替你看完 行政度我一个不多少 我一个也不少的 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你胡闹 你心里明明很清楚 现在每一个医护人员都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港匯空出来 没有人顶上去 就意味着其他人要来格外分担你这些责任 你觉得现在谁还有这样的精力啊 小婉 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就是在浪费里面那些患者的生命 你敢回这儿 他们需要你 师父刚需要你 师父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我每次到病房的时候 我的病人已经死在病床上了 我受不了我的同事被感染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就是怕 你不怕吗 如果因为怕就选择逃跑 那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资格穿这身衣服 你回去吧 我走不走 你还没过去哪儿啊 往前开 往前开 我往前开这个具体地方 我这还得帮助其他的需要的人 你是觉得我不配坐你的车吗 我里面的意义 停车 这主路 来 不是 你有病啊 是不是有病啊 我就是有病 我就是有病 怎么了 我就是怕 我也是个人 我不能怕吗 我不能走吗 我 我明白你们现在不是 你明白什么 你明白 你明白吗 你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 我学医生为了救死不上 我不是跟他们一起当死的 我拼尽全力去救助那些人 去救助那些人 去保护那些人 是谁来保护我们呢 是烂掉的口罩 还是穿在身上的垃圾袋呢 去救救助那些人 做梦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我压力太大了 我要天天都吃安眠药 我吃了安眠药 为什么 我每天晚上都做梦 我梦见我亲手抢救我的同事 可是他们明明前一天都还好好的 现在他们就在抢救市里 他们连活都不能说 我还得亲手给他们查款 你的话你下得去手吗 明白 姑娘 明白 你以为你给医院 送点吃的喝的你就了不起了 你没经历过我经历的这些 你就没有资格瞧不起我 来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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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马 二维马 上车 我车费赴你 二维马 我谁也不想钱 二维马 二维马 我一会就去小川那住了 我一会就去小川那住了 他那儿没人 谁也不影响 咱俩也少技术 这对咱俩都安全了 别这样 你车我得开走 不是 医护人员也不容易 我们上下班都叫不着车 你一个人在家 别出门 你也别闲着 直直播 是吧 给家赚点外快 攒点小火箭什么的 然后吃着用的 我再给你送过来 看你 我放心 行不行 行不行 我这不行有用啊 我走了 我走了 滚 到一月底吧 就我们买不到的东西 越来越多 我们酒精 恩旧五口罩 生日蛋糕 新鲜的菜 我们献杀的活鱼 都买不着 当然了 更买不着药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送外卖啊 我们正在下毒 不冷静去啊 为了安全起见 您到远处站一站 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那行吧 明天早上 我们再来消毒一趟 行 走吧 走 走了 然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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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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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团也送药呢 这药特担买 跑了好多地方 耽搁直接了 你们家要的药 要不要了 俺家死了 谢谢你 哥哥 但是药用不上了 你去给其他药的人用吧 阿童 别过来 我可能感染了 我传染给你的 你们家大人呢 爸爸确诊在医院 现在你们家就你一人 我一个人可以的